你本來妹妹是跟董哥在國外年齡 對對對對 是因為你捨不得吧 不是 她有點怨我了 但是我說不行你這麼小要跟著我 萬一我改天到了國外 到了美國看到你已經是嫁作為人欺人 那怎麼辦 不行不行要跟我回來 談戀愛 爸爸應該不准對不對 你本來妹妹是跟董哥在國外年齡 對對對對 是因為你捨不得吧 不是 她有點怨我了 但是我說不行你這麼小要跟著我 萬一我改天到了國外 到了美國看到你已經是嫁作為人欺人 那怎麼辦 不行不行你跟我回來 所以我把她拉回來 尤其在國外那種風氣又比較開放 我女兒長得算是也蠻高的 看起來像大人一樣 我覺得這個太危險了 還是把她帶回來比較好一點 跟她的高一樣 對 真的很小 你會談戀愛嗎 爸爸應該不准對不對 這個話題怎麼變成我女兒的話題 今天是一家團員 是很希望她不要談戀愛 因為父母親都這樣 可是自己想想自己以前年輕的時候 父母親要管你說要不要談戀愛 你一定很反對嘛 對 有時候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站在她的立場想想 算了也管不了了 但我是沒有她媽媽那麼激烈的 媽媽是很嚴格的 像我就是被你爸爸騙了 你還這樣學對不對 想我每次在旁邊看她 在講給女兒聽的時候 好像都在罵我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我是博舒瑤 哈喽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一直觉得 宿主座跟雪庭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可以 看是不怕 快停了 快了